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认定这样的一份合同成立 保险单写得清清楚楚 保险公司为何俱赔 今日说法为您播出自相矛盾的保险单 欢迎您进入我们今天的节目 我们今天请到演播室的嘉宾是北京大学法学院的童强教授 童老师买保险大家都不陌生 但是我不知道买过保险的朋友们 大家是不是真的注意过 自己签完保险合同之后 保险合同的生效日期是从每天开始算的 为什么我要强调这个生效日期呢 因为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涉及到的官司 就是围绕一份保险合同的生效日期 来看一下今天的记者调查 上海家定的严秋华觉得自己的一生都是一场悲剧 中年丧了期 而如今刚刚过完自己60岁的生日 又痛失了和他相依为命的儿子 老人悲痛一绝 我到家里半个月又没出去一天 我自己这个儿子呢 我伤心的不得了 我儿子对我特别好 严秋华说 儿子在2007年11月26日这天 独自去郊外钓鱼之后 就再也没有回来 通过打捞 严秋华在河底找到了儿子的尸体 但是由于死亡时身处郊外 没有任何目击证人 所以大家只能对严秋华儿子的死亡进行猜测 严秋华说 儿子死后不久 儿媳妇也离开了这个家 原本热闹的家 一下子变得冷冷清清 他现在最不愿意的就是回家 每当他寂寞的时候 他唯一能做的就是坐在儿子生前睡过的床上 抽一根烟 希望借此来麻痹自己 儿子死后第四天 严秋华的手机突然收到了这样一条信息 你的儿子这个保险一到 到了啊 该给我姐姐给你送来 这条信息让严秋华的心里很不是滋味 儿子死前四天 他刚刚为儿子买了一份意外保险 可是谁也没想到 现在保险办好了 可儿子却不在了 保险公司你三十号 他到家来来来呼吸 外外 外外我 他来的时候 他给我说你的保贷 我一个星期呢 给你一个保险拿过来 保险金拿过来 当年华 这个保险下说一句说 那他当时说保险金有多少呢 他保险金买二十七万 对于保险公司的这份问候 严秋华认为 这是当他在悲痛之余 唯一的一份心理安慰 他觉得这份保险 将他和儿子又紧密的关联在了一起 严秋华想不明白 自己明明是在2007年11月22日 也就是儿子死亡前四天 就跟保险公司签订了保险合同 并付了款 为什么保险公司现在却说 儿子死亡的时候 合同没有生效呢 在我们正式的出具合同之前 其实这样的一个风险 已经确定发生了 那么从理论上来讲 这个一定不是应该 保险公司来承担的 一个风险范围以内 保险公司称 保险合同生效与否 并不以签订合同的时间为准 而是以保险公司 对投保人审核完毕 并从投保人的银行卡上 画账之后才算生效 也就是说 严秋华虽然在22日 就和保险公司签订了保险合同 但是保险公司通过五天的审核 直到28日才从他的账上扣钱 而严秋华的儿子死亡时间是在26日 也就是说 严秋华儿子死亡时 合同尚未生效 所以保险公司不应当支付 这笔人身意外保险金 严秋华认为保险公司的这种说法 是一种狡辩 但是保险公司对于自己 延后五天扣款的这一做法 也进行了解释 保险合同它属于一种非常特殊的合同 保险公司一定是需要有权利 对于被保人的整个一个状况 进行合理的评估 然后来决定是否接受 这样的一份保单 不可能说 这个客户表明了 他一个投保意愿的前提之下 就认定这样的一份合同成立 一般的时间来讲的话 要这个也是不是很确定 因为要根据一个被保人的一个状况 如果是顺利的话 可能是在几天之内就可以完成 但如果是不顺利 那么就会导致整个一个合同的签发会延后 严秋华认为 保险公司所说的这些考核 应该是在双方签订保单之前 就完成的工作 更何况 他儿子的死亡纯属意外 而意外身亡正是自己购买 这份人身意外保险中 明确要进行全额赔偿的项目 因此保险公司没有任何理由去赔 就在此时 严秋华儿子死亡原因的 鉴定结果也出来了 报告显示 严秋华儿子是溺水身亡 纯属意外 保险公司在看到这份 鉴定报告之后 提出了一个解决方案 作为受益人来讲 他是丧子之痛 那么当然说我们愿意 在一定的程度 幅度范围以内 承担我们的一种 抚慰的一种责任 到我家里的 就要我吃一个自然朗 拿四万五千块 难道拿四万五千块 这个什么意思 一个补上你的 不是保费 不是保费 一个补上你的 根本无意不动 你补上我们 保费基地不动 你也补上我们 你们这个保险 是肯定没好的 不是四万五千块的 后来呢 你当时就签字了 我当时就签字了 严秋华说 当保险公司 要他签字的时候 他根本没有弄明白 签这个字意味着什么 他只知道 签完字后 保险公司痛快地 给了他四万五千块钱 当时的他还挺感动 但是没过多久 当年为他办理保险的 业务员的一个电话 让他心中充满了疑虑 严秋华说 保险公司的业务员打电话 是确认他收到 保险公司的保单没有 业务员说 合同的生效日期 都会标明在保单上 如果保单上的 合同生效日期 是在他儿子的 死亡日期之前 那么严秋华就能去保险公司 领取自己二十万元的保费 为了进一步求证 记者也拨通了 这位业务员的电话 您当时是您去 跟他推销的保险是吗 是 您是几号去跟他卖的保险啊 10月份22号呀 那这个合同 一般几号可以生效啊 那个条款条例上是 一万生故事 只要你保险公司 收到了那个投保单 那个钱 这肯定是二十小时 凌晨 剩下 那你是什么时候 把那个投保单 交到保险公司的呢 22号 严秋华说 在业务员的提醒下 他回忆自己 确实没有收到 那份保险额度 为二十万元的保单 那么无需要的 他不敢付 严秋华说 在多次走访之后 他终于在保险公司 拿到了自己当年 为儿子投保的 这份保单的复印件 结果保单上明确标明的生效时间 让他很生气 严秋华表示 在了解到这个信息之后 他马上和保险公司进行沟通 要求支付剩余的保费 但是保险公司的一席话 让他忍无可忍 因为我们正式通过 我们的这个审核的时间 是不确定的 那你不能拿这个时间点 去作为一个评估的基点 那你一定是需要 一个比较确定的时间点 来评估这些东西 那这个时间 谁有解释权呢 从目前来看的话 这个整个一个法律上 是对这个时间限制 是没有一个很明确的限制 所以我只能是这样讲 就是说 我们就要来看 保险公司是不是在 按照它既定的程序在走 是不是会有人为的延误 如果没有人为的延误的话 我认为就是一个正常的程序 保险公司认为 保单上著名的保险生效日期 只是一个参考 具体的时间 还是由保险公司考核完毕 通过银行画账之后才算 对于保险公司的这种解释 严秋华认为无法说服他 糊里糊里拿了什么 我结果到底为什么 它不是我的东西 它不让 为什么也不让我 那么为了钱 打个官司 到底都能整 还是我的东西 应该补充了 应该保险排给我的 应该排给我的 不排给我的 根本还要讲个说法 严秋华表示 此时这笔保险金 对于他来说 已经不再是四万五 或者二十万的问题了 而是希望能够为自己讨个说法 2008年10月16日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 受理了此案 原告严秋华向法院提出申请 要求保险公司赔付自己儿子二十万元的人身意外保险 在庭审过程中 被告方保险公司首先向法官递交了那份由严秋华签字的补偿协议 以此来证明当年严秋华已经主动放弃了这笔二十万元的保费 对客户的一个人道主义关怀的一个原则 这个这次诉讼引发只是因为这个客户端 因为对于前期第一次的协议的一个反悔 才导致了这个有进一步的这个庭审的这个情况的产生 对此原告严秋华的代理人则认为 严秋华在签订这份协议的时候 并不知道这份协议意味着什么 因此这份补偿协议的达成 是建立在保险公司欺诈行为之上的 这个保险单的复印件 是在签订这样一个协议以后 补偿协议以后 保险公司通过那个被保险多次的沟通和交流 保险公司才将这样一个复印件给他 那么他隐瞒了这样一个保险单上面 载明的这个合同生肖日 这样一个很关键很关键的事实 因为这个事实只有保险公司自己掌握的 那个被保险人 投保人他是不知道这样一个事实的 那么这他隐瞒这样一个事实之后 我觉得他是存在着一个欺诈行为了 严秋华的代理人认为 这份补偿协议的签订 让原本能够得到20万元 保险赔偿金的严秋华只能拿到4万5千块钱 所以此合同明显不公平 但是保险公司却认为 这4万5千块钱是保险公司在合同无效的情况下 出于人道主义关怀给出的安抚金 为了证明双方的保险合同无效 保险公司向法官递交了严秋华购买的那份保险格式合同 在合同一二条中明确约定 本合同自我们同意承保 并收取首期保险费用之后开始生效 我们按照本公司签发的保险单中 确定的时间开始承担保险责任 保险公司据此认为 出事时保险合同还未生效 对于这一条款 原被告双方的代理人却提出了不同的解读 如果没有合同的成立 就不存在一个合同合适生效的问题 他就是说 我们是收取首期保费以后 保险合同才生效 那当然我的观点是看后半截 就是说你是按照保险单上面 展明的时间承担保险责任 那么保险单上面展明的时间是11月23日 而且的话 根据保险法的规定的话 交纳保险费并非是保险合同成立的生效要件 对于双方争论的这两大焦点 本案的法官也给出了自己的看法 我们认定合同的生效时间 应该以合同所载明的明确时间为准 在有矛盾的时候 应该做出对格式条款提供不利子一方的解释 那么依照法律的规定 这个补偿协议 应该可以认定是显示公平的 最后 本案的原被告双方在法官的主持下 对此案进行了调解 2009年2月20日 原被告双方最终达成调解协议 除去已经支付的45000块钱以外 保险公司支付给严秋华15万元保险赔偿金 冯老师 所以我们现在要讨论一下 保险合同到底应该什么时候生效 我们一般的保险合同 往往就是双方签订了保险合同 那么这个时候一般保险合同就生效 它如果有特殊约定的时候 那么可以按照双方特殊约定的时候 来作为合同生效 可不可以用保险公司解释说 我们其实是按照画账过来的时间 来算生效时间 这种说法能成立吗 当时如果的确当事人事先这么约定了 而且各方也都同意了 应该说也是可以的 但是这个里边它存在着一个矛盾的地方 也就是说合同第1.2条 它是前后矛盾的 划账的时间和签保险单的时间 不是一个时间 投保单的时间不是一个时间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说按照合同法里边 合同的解释规则 对于格式合同 合同当中的有前后矛盾的条款的时候 应按照不利于 条款制作人的意思来解释 合同是你提供的 你把前后写成矛盾了的话 当然这个事情是由你来负责任 对吧 因此哪一个解释对你不利 我就要哪一个解释 国家现在有没有规定 就是你保险公司所说的 保单的审核 到底是在多长时间内 显然是没有的 所以这个时候保险公司在这个地方 我们认为它是有过失的 在这个案件当中 我们也可以看到 当事人实际上 他的保险费的付款 的行为实际上已经完成了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认为合同显然已经生效 没有问题 但是我们在这个案子里面看 保险公司刚开始赶紧签了一四万五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签的四万五的补充协议 未来有没有撤的可能 我个人看应该说完全有这种可能性 这个案件当中 它就存在着一些特殊性 保险公司在一定程度上误导了受益人 因为如果保险合同已经生效了的话 它按照这个协议 它应该拿到二十多万 但是现在按照这个 它只能拿到四万五 这个差距是非常大的 民法图则的规定就是 如果是显示公平的合同 是可以撤销的 不光是严先生要遇到这样的问题 我们都会买各种各样的保险 那么一般我们在签这样的保险合同的时候 我们需要注意些什么 这个保险合同它是一个比较具有专业性的合同 所以你必须得请教一些专业人员 我觉得这个里边的话 特别重要的一点 实际上就是保险公司 它应该具有充分的诚信度 而不能够把这些东西藏在抽屉里 不需说 所以人们对投保的这个事情的积极性 就会受影响 没错 我们今天个案当中 最后严先生是通过法院调解的方式 从保险公司那拿到了儿子的死亡赔偿金 而这个案例也再次提示我们所有人 在买保险的时候 一定要详细的研究 这份保险单 是不是能够在最大限度上 对自己的利益形成保障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 感谢同老蔡先生讨论 明天同一时间 近日做法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